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两期我们关于小兵的梦想这两期主题的一个讲座结束之后呢 小玉老师又给我出了两道难题 他思想你总是喜欢去考我 是 特别是难的题 但是很抱歉这两道题我还真的没有做出答案 所以在这一期呢我也会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小玉老师为我带来的这两道难题 那么在解决了这两道难题之后 我还是恳请小玉老师 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知识点 来交加我们新的内容呢 好的 没问题 那好 那我们先随着我们的电视机的一个镜头 来看看小玉老师究竟为我出了哪样的难题 好的 多可怕的一道题啊 是啊 双方更是一个黑壳响 然后这个冰层层叠叠地落在这儿 你这是在叠极木吗 小玉老师 是啊 这冰形看起来也是很美名号的呢 也是不知道当时对局是如何走出这种冰形 我有点想到了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 像超级玛丽 它会蹦来蹦去的在楼梯上 台阶上 是 是 是 你要告诉我这个局面能生变 小兵能生变啊 我真的 真的 真的是不敢想哦 对 所以现在我们是白先走棋 看看白兵哪一个冲得最高呢 哦 当然是A6兵会冲的是最高的 所以有可能生变哦 没错 所以现在这个棋 我们看看如何帮助A兵生变呢 A兵我们发现旁边有一个B6兵 前面有一个A7兵 对它做阻拦 嗯 我们现在要想方设法 把A线给畅通开来 那现在能帮上忙的只有像 是的 因为王离这兵还是太远了 但是我想过把像走到H4 就是H4的这样的一个格子 从而绕到黑兵的后方来进行吃兵 但是它最终只能走到第八格 吃掉B6的这个兵 嗯 但是吃掉之后 我又发现问题来了 如果吃掉它不理我呢 是啊 也会经过很多个回合吧 而且黑帮的王 要即将要面临吃掉我 第三的这个白兵 嗯 在这里也会有一个 胶着的一个对战 没错 但是我的像也到不了G3呀 我到G3又不会被你的王吃掉 如果能到G3 我顺利的再到B8 B8格 嗯 我们期盘最上方的 B8的黑格 那么从而我就可以一路吃下来 从楼梯的最上面往下吃 是的 这个思络很好 可是也许耗时会太久 嗯 我们现在发现有一步 直接了当 可以帮助白兵升变的棋 现在我们走 像到A5格 气像 现在黑方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黑方用冰把像吃了 如果冰吃像的话 我知道那跟我们上一期介绍的局面是差不多的 没错 我们就直接冲B6冰 现在看看王在不在白兵的方形区内呢 嗯 王当然不在白兵的方形区内 离这万水千山呢 是啊 所以冰当然是不能直接吃像的 因为这样白兵的升变就守不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黑方 如果再想跟白方抗衡的话 一般会选择走王到E3 同时抓白方的冰 如果白兵丢了 黑方的王就可以一路吃上去 也是相当的危险 嗯 这个时候白方 我建议大家选择保守一点的走法 可以走王C2守一招兵 小语老师这个讲得特别好 我们小朋友在下棋的时候 通常是为了一个进攻 或者是为了一个目的 他会很专一的就跑出去了 从而他忽略了对自己这一方的一个巩固 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防守 是巩固 从而使自己也被对方给开了一个口子 形成了双方对攻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但是我们也要告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下棋的时候 在你进攻别人的同时 那么如果对方 也在向你提出一个威胁的时候 我们试着考虑一下 如果速度还可以不影响你进攻的节奏的话 还是要把自己这一方先巩固住 让对方始终没有机会来攻打我们 我们全力地去进行对对方的进攻 比如说在刚才的局面当中 我们也是 如果这个时候 我白方不管这个兵 任由黑方吃掉的话 可能最后我们双方同时生变 对 那你虽然已经生变了 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一朝起 但是因为你不管自己的大后方 从而也错失了一个取胜的机会 也给对方留到了一个机会 而下棋的一个技巧 就是要破坏对方的计划 去消灭对方的一个计划 把对方的一个想法 扼杀在萌芽当中 这个是下棋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思想 对 刘洋老师说的很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王保一步兵 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 所以现在黑方 剩下的选择也是不多了 如果黑方这个时候吃兵 我们白方的计划和之前的一样 冲B6兵 等着变后 如果现在黑方 不理向 黑方能走什么呢 我们发现黑方的黑格向 也是不能帮助对方的王 一起来攻击白方的兵 所以这个时候黑方 如果是走向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白方的像 吃掉对方的B6兵 现在如果黑方用A1兵 吃掉像的话 白方兵的变后 黑方也是守不住了 但是如果白方此时不吃掉 在吃B6兵之前 刚才黑方的像 如果走到H7呢 H2呢 我们来看一看 白方还是继续吃兵 黑方现在有什么办法吗 我希望黑方的像 可以到B8来进行一个防守 好的 其实这个局面 我们就发现 白方可以走稳健的招法 白方 现在可以把一路兵 全吃完 我们发现 同格像 多两个兵 是明显的盛势 现在 白方 帮助 用自己的像 帮助自己的兵 变后 就变成了很容易的事情 确实 确实 这样的话 虽然局面会复杂一点 取胜的路程会长一点 但是最终白方也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只不过这样走法 黑方能够顽强一些 是的 嗯 那么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 第一道题的答案 对 嗯 那我们看看可怕的第二道题 好的 这个局面 确实是有一点复杂 因为双方都有生变的机会 现在轮到白方走起 这个轮到了 白方走起 这个局面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啊 因为它这个摆的是直接可以生变 没错没错 现在这个局面是黑方走起 嗯 黑方黑方 黑方此时还是一步可以生变的 但是因为白方的这个防守 在它所能生变的这个直线格子里 我们现在看黑白双方等于 互相用相同的方式在防守 对 我们可以看到白兵的话 黑车在它的后方 嗯 瞄准 黑兵 白车也在极限 瞄准 对方的 保护对方的兵变后 所以 这个时候白方略战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 因为我们发现白方的王离自己的兵非常的近 而黑方的王离自己的兵 还有大老远的 嗯 但这样的交流状态 一般黑方是走B2将军 黑方的G B2将军 因为黑方的G是不能够离开第二条线的 没错 没错 一离开白车就可以直接吃掉兵 对 所以现在黑方的上级可能就是只有走GB2了 我们现在白王走A7形成对王的局面 嗯 现在黑方应该怎么走呢 如果黑方的车不回到C线 白兵就马上变后了 所以黑方现在唯一的走法是回车 现在白方要如何走出盛世的局面呢 如果白方现在回王 可能就回到我们上一期说到的三次重复的叛和的局面 嗯 白方现在略战优势也许不想和其 现在我们发现白王对着黑王 大家有没有回想起 单车对单王的时候是如何杀齐的呢 现在我们车走到G5将军 将军的话 那么黑方的王往下跑咯 A4或者B4 我还没有想好要走到哪 也许B4会好一些吗 这个棋的话 我觉得黑方的王走到A4会更好一些 因为黑方的王如果走到B4的话 会自己把自己黑车可将白王的路线给挡住 哦对对对 所以现在黑王被逼走到A4格 我们现在继续 王回到B6 守住自己的小兵 嗯 黑方继续 唯一的招法是打将 白王继续对王 黑方要守住白方的小兵变后 只能把车回到C2格 现在我们和刚刚用的方法一样 白车打将 黑方的王被逼回到A3格 现在白王又回去守护自己的小兵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系列的招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小提示是之前我们说过很多遍 如果自己的车和王在一条直线上 也许会招来一些不吉利的象征 对王 现在我们发现将军之后 黑王只能回到第二线 和自己的车在同一条线上 现在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战术 可以让自己的兵变后 这一步棋 和之前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很相像呢 嗯 跟我们之前的局面确实很相像啊 之前讲过的 没错 用到了牵引的手段 这个时候车不能吃白方的兵 因为黑方的王被牵引着 黑方其实只有选择 鞠吃掉白方的鞠 没错 现在只有这么走了 白方就成功的变后 嗯 那幸运的是 这次生变之后 没有把鞠抽掉 是的 形成了单鞠对单后嘛 没错 不过这个局面还是白棋引起 嗯 但是黑方也可以反抗反抗 没错 嗯 这两道题小于老师带来的还是比较难的 我倒是建议我们应该把这 以最后这个局面要重新看一下 因为走了好多招才走到这个局面下 是的 嗯 好的 我们回顾一下当吃第一招的时候 嗯 下棋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要想象出最后的一个结尾 我们要如何取胜 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走棋的计划 没错 那么我们刚才不停的将 就是为了让王和鞠到同一条横线上 是的 因为王和鞠到同一条横线上 就很容易运用牵引的招法 嗯 那也就是用 除了用鞠将 另外还用了一个对王的策略 是的 将王逐步地逼到了A2格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的 对王 车只能回去 抓兵 我们对王的时候用白车将军 开始 看见 对王 对王 看见 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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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对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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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发现白方达成了目的 把对方的王和车放到了一条直线上 嗯 现在就走出了这部妙招 嗯 牵引着对方的王和车 现在对方只能吃 吃鞠 我们就很简单地变了后 嗯 真的很精彩啊 这个局面下 嗯 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题 嗯 如果是能下到这样的局面 有如此清晰的思路的话 恐怕就要在国际比赛当中 或者是比较较高水平当中 才可以完整地将这个计划来实施出来 那么当然这两个局面呢 我们也是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柏林一乐 嗯 也许真的 如果像我们第二个局面当中 这样复杂 嗯 未必可以准确地把它计算出来 嗯 真的会有这样的担心 嗯 小玉老师是来自美国 是的 从美国回来的 嗯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听听小玉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在美国参加比赛的一些情况 好的 没问题 嗯 美国的国际象棋比赛呢 我觉得和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美国唯一的一个不同 美国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的比赛非常的灵活 我们可以选择四天的比赛 三天的比赛或者两天的比赛 比如说同一个比赛 如果我选择四天 也许每天下两盘棋 如果我选择两天 每天会下四盘棋 这个时间的灵活是带给大家很大的便利 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美国的棋手参加比赛都得自带棋聚 和棋中 哇 自带棋聚和棋中 那不像我们国内啊 我们国内的比赛环境还是蛮好的 没错 是在一个很 一般是一个很高端的宾馆里面 有承办方来准备棋啊 其中都摆得好 而甚至于要把起初的子力都摆好 这样才会开始第二天的比赛 那在美国就不是这样的 对 在美国小棋手们 老棋手们 大家一般都会有一个棋具的背包里面 放着棋盘 这种可以卷着的棋盘 还有棋子和棋中 但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下棋的时候 我是用你的棋具 还是用我的棋具呢 一般谁先到 谁就会先把自己的棋具摆好 那希望他们在棋具上 没有什么魔力 没有施魔法 是的 不然他拿一个 对方很不适应的棋 也会带给对方 会不会一个不愉快的 一个感觉呢 比如说拿了一个卡通棋 这个我发现 大家一般戴的棋具 都是很统一的 统一的棋具 统一的其中 没错没错 那这个就打消了 我们的一个顾虑 是的 下次到美国比赛 去参加比赛的小棋手 一定记得自己准备齐聚和其中 那么感谢小玉老师 为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一期讲座 也同样感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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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